杜鹃绝对是鸟类中最有心机的一个 它们的狠毒是刻进DNA里的 如果鸟界也有甄嬛传的话 杜鹃鸟绝对能蝉联宫斗冠军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天生的反叛角色 杜鹃 一说到杜鹃鸟 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叫声 布骨布骨 所以杜鹃鸟又叫布骨鸟 也叫紫龟 很多时候它似乎在叫着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唐代大师人李白曾经在诗中写道 阳花落尽子归蹄 来形容悲凉的意境 那杜鹃鸟是不是和乌鸦一样是凶鸟了 其实不然 杜鹃是催春鸟 吉祥的象征 相传它是旺帝杜鹅死后化身而成的 杜鹅是一个开明皇帝 死后变成杜鹃鸟 为百姓催春降福 很多爱鸟人士喜欢听杜鹃的叫声 就会饲养这种鸟 杜鹃为什么日夜叫个不停呢 其实杜鹃这个名字 是杜鹃科鸟类的总称 主要分为大杜鹃 三声杜鹃和四声杜鹃 它们主要隐匿于植被茂盛的地区 由于声性胆小怯懦 常常未见其行 鲜闻其声 它们的叫声高亢嘹亮 常常在一公里之外都能听得到 所以被称为大自然的歌唱家 每天都要展现自己的歌喉 杜鹃也是个小作精 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要提倡一番 要声宰宰了 难产地嗷嗷叫 到饭点了 通过声音 喊孩子回家吃饭 巢穴被占领了 愤怒地咆哮 无聊了 想找个对象 那就高歌一曲吧 就算是什么事也没有 它们也会忍不住唠唠嗑 杜鹃鸟具有非常优异的外形条件 种类有很多 颜色也各异 大多数杜鹃 主要以灰褐色为主 杜鹃鸟喜欢吃一些害虫 像松毛虫 毒飞蛾 都是它们的最爱 那杜鹃一定是好鸟了吗 也不能这么说 只能说 它是一种森林异鸟 却绝对算不上好鸟 这时可能会有人 为杜鹃打抱不平 明明是那么可爱的一种鸟 为什么要说它们狠毒呢 看看杜鹃做的事情就知道了 杜鹃这种鸟类非常不地道 不光弃养还谋杀 它们喜欢把自己的蛋 布在别的鸟的巢穴中 让别人帮忙养儿子 那么它们为什么 不自己筑巢育除呢 杜鹃属于后鸟的一种 由于迁徙时间紧迫 它们选择脱卵寄生的繁衍方式 产卵时 雌性杜鹃会模仿 其他鸟类天敌的叫声 将它们吓跑 然后趁机在它们的巢中 精准地把自己的蛋下进去 鸟窝那么小 怎么能确保鸟蛋不掉下去摔破呢 其实杜鹃除了在巢中直接产卵外 还可以把蛋下在地上 然后再用嘴巴把蛋衔进鸟窝里 如果被其他鸟类发现了怎么办 要论起智商 杜鹃绝对在鸟中拔得头筹 为了防止鸟窝里鸟蛋的数量对不上 杜鹃还会把其中一个鸟蛋给吃掉 用自己的蛋顶踢上去 这让我们想起了电视剧中 狸猫换太子 除此之外 杜鹃还会改变自己的基因 让自己产下的蛋和宿主产下的蛋 在花纹和颜色上保持一致 但尽管如此 还是会有宿主能辨别出这个外来者 这时就会把杜鹃蛋给吃掉或者推出朝外 杜鹃也懂得狡兔三窟的道理 它们每年的产蛋量在2到10枚 一般情况下 每个巢穴只投放一枚蛋 就算被发现了 还有其他的孩子得以保存 不会影响大局 大大提升了雏鸟的存活率 但这种只生不养的行为 实在不敢苟头 经过杜鹃体内的孵化 杜鹃雏鸟一般会比同巢中的蛋先破壳 出壳后的杜鹃雏鸟就开始了它的猎杀时刻 它们将同巢穴的其他兄弟 一个个地推下巢穴 眼睁睁看着它们摔死 这是刻进基因里的本能行为 而且无师自通 为了养大杜鹃雏鸟 宿主需要不停地去寻找食物 杜鹃鸟张着大嘴抖动翅膀 大声起食的样子 像极了丈母娘要采礼 长大后的杜鹃体型往往比宿主还要大好几倍 仇人变养子 对于宿主来说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了吧 生活需要仪式感 鸟类也不例外 杜鹃鸟不但借巢生子 还是鸟类中的鸟渣 换对象比换衣服还要频繁 杜鹃鸟不像其他鸟类一样 遵守一夫一妻制度 它们基本上没有固定配偶 只要看到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 就有可能连微信都不要 直接进行求偶活动 两只杜鹃鸟在树之间跳来跳去 飞来飞去嬉戏打闹联络感情 来了一段爱的华尔兹 期间还会发出呼呼的低叫声 这是它们之间特殊的摩斯密码 求爱活动结束之后 如果雌鸟接受雄鸟的求爱 就会站在树枝上一动不动 翅膀半下垂 脑袋前身向雄鸟发出邀请 雄鸟这时候飞到雌鸟的背上 在树枝上进行着高危动作 为爱鼓掌的时间 大概会持续三分钟 结束后两只鸟儿就会原地分手 可能之后都老死不相往来 一次性的恋爱关系 让每只雌鸟都说不清楚 孩子的爹是谁 杜鹃鸟的洒脱 不仅表现在求偶 还表现在它们的生活习性上 杜鹃在中国主要是下候鸟 四到五月份飞来 九到十月份飞走 杜鹃鸟个个都是独心侠 它们流动性大 随遇而安 而且居无定所 一般都是单独行动 很少有成群结队的现象 天生胆小的它们 警觉性非常高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立刻飞走 而且飞行速度很快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可谓是练就了一手 逃跑的好本事 等到雏鸟翅膀硬了之后 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养母 面对养母的呼唤 杜鹃更是头也不回 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洒脱了 可以说是忘恩负义 十分狠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